欢迎来到潘布兰奇中文成绩式小学的数学教室 今天数学课我们要上单元八 未知数挑战题 学习目标 一,练习不同的加法和减法题 二,找出未知数 现在请你想一想 接下来的题目是加法还是减法呢? 第一题 桌子上有七支蓝色蜡笔和六支红色蜡笔 桌子上一共有多少支蜡笔呢? 请你找一找 题目里有哪些要圈起来的 对了,把七、六一共圈起来 小朋友,想一想 我们要用加法还是用减法呢? 桌子上有七支蜡笔 跟着老师一起数 蓝色蜡笔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红色蜡笔有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有多少 所以题目问 全部有多少? 所以呢,我们要用加法还是减法 对了,我们用加法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做加法呢? 第一个,数字线 第二个,百数表 第三个,十方格 七加六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先把七圈起来 要往哪一边跳跳跳呢? 是左边还是右边? 对了,我们要往右边做加法 那我们要跳几格呢? 对了,我们要跳六格 所以我们一起数 一,二,三,四,五,六 接下来我们把答案圈起来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的答案是十三 这个方法,百数表 我们的答案是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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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先把七圈起来 要往哪一边数呢? 是左边还是右边呢? 对了,我们要往右边数 因为我们在做加法 那要数几格呢? 那要数几格呢? 我们要数六格 所以一起来数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多少呢? 我们的答案是十三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十方格 一样,我们要做七加六等于多少? 我们先在十方格里面放七个圆形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接下来我们再放六个红色圆形 哦,跑到外面去了 把它放回来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多少呢? 这里是十,然后十一,十二,十三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十三 我们复习完所有的方法 接下来我要请你想一想 下一个题目是加法还是减法呢? 第二题 小小有十九支马克笔 十支是黄色 剩下都是紫色的 有多少支马克笔是紫色的呢? 请你找一找 题目里有哪些要圈起来了? 对了 把十九,十和剩下圈起来 小朋友,要请你想一想咯 这一题呢,是要用加法还是减法呢? 对了,我们这一个题目用的是减法 因为看到剩下 所以呢,我们用十九支马克笔 剪掉十支黄色的马克笔 剩下的就是紫色的马克笔 所以是十九减十剩下多少?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十九减十 有哪一些方法可以找出答案? 一,数字线 二,百数表 三,十方格 我们要做十九减十等于多少? 所以呢,我们要先把哪一个数字圈起来呢? 对了,我们要先把十九圈起来 那我们要往哪一边数呢? 是左边还是右边呢? 没错,如果是减法 我们要往左边数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 减法,我们往左边数 那我们要减几呢? 我们要减十 一起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我们的答案是多少呢? 是九 所以十九减十答案是九 百数表 我们要做十九减十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呢? 没错,我们要从十九开始 要往哪一边数呢? 是左边还是右边呢? 答对了 答对了 是往左边数 我们要减法 让数字越来越小 那我们要数几格呢? 我们要数十格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九 不过有一些小朋友会告诉刘老师 刘老师我们可以用十九减十 往上数一格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当你要减十的时候 是往上还是往下? 答案是什么? 是往上 所以一样我们的答案是九 十方格 一样我们要做十九减十等于多少? 那我们先放十九个圆形到我们的十方格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减掉减掉几个呢? 减掉十个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笔直接把它删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数一数 剩下几个呢? 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九 有 好,太棒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复习完所有的加法和减法的基本方法 接下来 老师要带你进入挑战题的部分了 现在请你想一想 接下来的题目是加法还是减法呢? 第三题 小天有六支铅笔 妈妈给了小天一些铅笔 现在小天一共有十三支铅笔 妈妈给了小天几支铅笔呢? 请你找一找题目有哪些要圈起来? 对,把六圈起来 一些一共十三 好,我们来想一想 小天一共有十三支铅笔 小天一开始有几支? 对了,有六支铅笔 妈妈给了小天一些 所以呢,如果用部分部分全部来表示 就是这样 妈妈给了一些 妈妈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未知数 请问是加法还是减法呢? 哦,是加法 也是减法 为什么是加法也是减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小天原来有六支铅笔 加上妈妈给他的等于十三支铅笔 或者你可以用总共有十三支铅笔 剪掉小天原来有的六支铅笔 就剩下妈妈给他的铅笔 所以呢,现在请你在你的纸上面 用刚刚的方法 把十三减六等于多少 请你把它算出来 把答案找出来 算好了吗? 你的答案有没有跟老师的一样呢? 所以十三减六等于 等于七 恭喜你 是加法还是减法呢? 最后一题 架子上有一些书包 刘老师放了八个书包上去 现在架子上一共有十五个书包 一开始架子上有几个书包 好,请你找一找题目里有哪些要圈起来的 一些,好棒 八,一共十五 我们来看一看 架子上一共有几个书包呢? 架子上一共有十五个书包 刘老师放了几个书包上去呢? 八个 架子上有一些书包 这个一些书包就是我们的未知数 接下来呢 刘老师要请你拿出纸跟笔 我给你三十秒钟 请你找出我们的未知数是多少 你可以用加法算式 减法算式 你也可以用刘老师刚刚复习的方法 可以用数字线 摆数表 还有十方格 来找出答案 好,我们现在剩下十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十五减八等于七 恭喜你 恭喜你答对了 小朋友 你们好棒哦 这一节数学课就要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 老师提醒你 要记得写作业 还有做线上的游戏 那我们现在要下课了 下一次数学课的时候见 再见 下一次 再见